嗨 大家好 我是哲哲章 今天呢 要來開箱一顆入門款的小烏龜捲線器 那就是 DAIWA TATULA 100 那麼我這次入手是美龜版 它是2018年下半年出的 日龜版呢 也在日本的2019年年初發售 日版的型號呢 叫做 TATULA TW 那美龜版跟日龜版基本上是沒有太大的差異 所以唯一的差別就是在它的搖柄的固定鎖片上面 日龜版它會依照齒比的不同去更換它鎖片的顏色 這次入手的是TATULA 100的XSL XS呢就是齒比8.1 L就是左手捲 那單看外觀呢 你第一眼你還會以為這是頂級版的STIZ 那整體呢 使用了消光黑的塗裝 那看起來很有沉穩速殺的帥氣感 在除線孔下方呢 用對比色白色 特別印了一個代表DAIWA的D字 做它的一個LOGO 讓整體的感覺不會太單調 側蓋這邊呢 用亮面的材質 印了一個代表TATULA的蜘蛛圖騰 讓它在這低調裡面不失一點中二的感覺 先邊開關這邊呢 也加了一些紅色進去 也是點綴的蠻不錯的 那除線孔呢 已經是DAIWA的小烏龜 基本配備的TWIN System 它可以有助於遠投 那不懂什麼是TWIN System的話 可以看之前的STIZ開箱 裡面有介紹過 它見到線體的摩擦 就可以增加拋頭的距離喔 現在呢 則採用線容量多的款式 搭配上Mag Force Z的拋頭控制系統 那它是比較適合泡做7克以上的縱額啦 但是呢 如果你想讓這顆TATULA微泡也是可以的喔 它剛好可以沿用舊款的TATULA的改裝線盃 它們的線盃設計是一樣的 但是不包含SV款的TATULA 它的線盃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你只要改個線盃跟培靈 你想要微泡是沒問題的喔 再來叫搖柄 搖柄它是採用了9公分長的搖柄 搭配上新款的I型臥腕 比較長一點 整顆的培靈數是7顆加1顆防逆轉培靈 所以它深入上度你就不太需要擔心了 它剎車子5公斤而且還對應海水的使用 所以算是一顆淡海兩用的捲圈器 那講到這邊是不是感覺跟以前的TATULA好像沒什麼太大的差異 那接下來呢 有新增的東西就是ZERO ADJUSTER 就是零調整系統 那這個原本是只放在DAIWA高階捲圈器上面的技術 那它就是下放到TATULA這邊來的 那它的原理呢 就是你不用去調整它的機械煞車 做到的時候 你只要專心控制你的磁力系統就好了 那如果有在關注DAIWA捲圈器的朋友呢 相信不能發現 這顆TATULA根本就是STEES的閹割版本 所以呢 我特別做一張表格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顆新款的TATULA跟STEES呢 它同樣都有TWS系統 也都有ZERO ADJUSTER 那總重量呢 當然是輸給最高階的STEES SVTW的160克 那STEES A TW只差了5克 這顆捲圈器重量是195公克 煞車力呢 都是5公斤 那少了STEES A的1公斤 STEES A是6公斤 吃幣的選擇有6.3、7.1跟8.1 那少了STEES A的5.3這個超慢的吃幣 那TATULA100的搖柄呢 是9公分長 那搭配了新型的I型握彎 STEES A是9公分的搖柄 搭配上加大握 那STEES SVTW呢 那它是8公分的搖柄 也是搭配上新型的I型握彎 裴型素也只差STEES A一顆 那三顆都是海水OK 那這一顆呢 沒有搭著SV線盃 那我相信未來 也許在今年年底或是明年 可能就會出了一個TATULA SVTW新版 那最重要的就是售價囉 這一顆售價在日幣是20700 STEES A TW是46400 STEES SVTW是59500 這個不到STEES A一半的價錢呢 有了大概STEES A的大概80%的功能了吧 那看完比價寶是覺得這顆非常值得入手呢 那這顆TATULA算是我入手第三顆TATULA 那先前我第一個先入手的是SB版本的TATULA 齒比是7.3 然後我還入手一顆TATULA CT-Type R 它也是7.3尺筆 那我就有這三顆TATULA 稍微比較一下你會發現 它的尺寸小了大概小了一圈吧 所以它握起來是非常的順手 那當然是沒辦法跟STEES比囉 因為畢竟STEES是頂級款 而且今天又出了STEES的CT-SVTW版本 那又更小更輕了 不過售價也是蠻可怕的 跟STEES比一下 那第一眼看起來真的是一模一樣耶 如果喜歡TATULA設計風格的小物觀 那這顆TATULA絕對是不可以錯過的一顆喔 好OK 那我們就把這顆TATULA上線 那我們就可以去測試囉 小鈴鐺 一下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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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